過去的第一集完全又不一樣 又更提升了 其實他的困難度就是說 因為這次我們知道主角他們因為逃難的關係 就是我們可以大概先講一下故事 就是說之前第一集的故事的部分 然後捷克他一家人 然後他後來終於變成真正的阿凡達的人 然後跟納美人就結婚 然後生小孩 然後他又領養的一個 就是那個之前那個博士所生的 懷孕的 然後不曉得現在目前還沒有解答 就是孩子是誰不知道 然後再一個就是 我們後來知道是反派的那個上校 那個Colonel 他的兒子 他的親生兒子 那這個東西是新的 因為之前第一集沒有出現那個小朋友 那因為他太小 他沒辦法經過那個 就是太空船在運回台灣 不是台灣 運回那個地球 所以他就變成說 他不自己生兩個 兩個兒子 然後收養了一個 然後再一個就是這個小朋友叫Giju 那他是 他是這個影片裡面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為他會讓這個 就那個變成阿凡達的那個Colonel 那個上校 就是會有一些很妙的那些心理的轉變 就是他想把蜘蛛變成是他 for他的那個 就是站在他這一邊 因為他自己 雖然不是他親生兒子 但是是他的前世 他之前的那個兒子 就是所生下來的那個上校生下來的兒子 然後變成 他現在變成阿凡達 但是跟他一次有某一種關係 所以這個破格沒關係 反正就到最後的時候 你會看到電影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轉折 就是他們之間發生的事情 所以這四個人 這個四個小朋友其實是這一集的主角 我覺得 那就是年紀大一點的這一輩就退到後面去 所以可見的 這個第二集跟第三集一起拍的這個部分 你會在第三集裡面會看到更多 我相信就是有很多的這個小朋友的部分 然後我看的很有感觸是說 很多青少年就是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他除了他自己身體的長大之外 其實對於很多的大人的世界的探索 或者是他會覺得大人不了解自己 譬如說志明哥 你覺得你青少年的時候有叛逆過嗎 有喔 都有對不對 有喔 就是你爸爸叫你往東 你就偏不往東 你就偏往西這樣 所以這個片子裡面 你會看到很多這個部分 然後當然更多的部分 因為來到的這個海洋世界 所以他必須花很多的篇幅 就是來讓你看到就是說 這是一個可信的 然後這是可以說服你的 然後這是一個完全跟之前 阿凡達的森林世界不一樣的 難怪 然後就會變成說 像志明哥就會覺得說 欸這個 對 有點太長了 對 坦白講 坦白講 我的這個 我看完這部電影 我的這個 如果要我來寫影評的話 我可能會下手比較重一點 我會嫌他的劇情是鬆散的 但是呢 熊哥跟我解釋過之後 我就覺得 喔 原來如此 為什麼 因為他需要花時間 讓你沉浸在他所架構的水世界裡 他的成本很多是花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譬如說 他要請專家去創造一個新的 就是這個交人組 海洋組的這個語言 跟納米人有一點不一樣 然後他必須要去創造一個 一個海的世界 所以他必須要很多相關的那些知識 去建構出來 那這個是很多電影可能比較沒辦法做到 這個大概只有好萊塢會去搞這個東西 所以我就說 我看那個電影從頭到尾看 他花了這麼多的錢 砸了這麼多錢進去 提升他的整個畫面的品質 然後呢 我其實我有點酸 各位聽眾 如果你擁戴水之道這部電影的話 你不要罵我 其實還好 因為第一次在美國那邊播放之後 其實影評就有 媒體界就有非常非常誇張的兩極 我怎麼形容他 各位聽眾你聽聽看 熊哥你聽聽看 我說我覺得好像走到那個大潤發 或者是家樂福的那個3C賣場裡面 看到那個4K電視的demo帶 每一個畫面都好漂亮 太漂亮 你就會驚訝說 奇怪 而且幾乎是超越人眼能夠看出來的那個感覺出來 那些顆粒那麼細 細到就是說 你就連自己潛到水裡面都看不到那個樣子 那我就是在想說 可是我看這些畫面 這些唯美的畫面 目的是什麼 跟這個劇情有什麼關係呢 後來慢慢慢慢 一步一步的交代 原來他要沉浸在那個氛圍當中 譬如說那個博士生的那個小女生叫齊莉 他之後一定會非常的重要 然後這一次也特別是那個 就是他之前那個 主角他為了要去模仿一個14歲的小女孩 他居然還跑去高中上課 對就是疫情的那個女主角 對他跑去高中上課去模擬那些14歲的樣子 所以你在看的時候 你會聽到聲音好像是他 可是那個表情動作什麼 又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然後他裡面啊 因為海洋世界裡面也有類似像EVA的東西 所以他拿那個頭髮去跟那個辮子 去跟他接觸的時候 其實那個效果會一樣 所以為什麼在水裡面 也要有那樣的東西的一個環境的架構 是 就會變成說 其實尤其是到後面 後面那個劇情在轉折的時候 很多時候你會發現啊 就是大自然的力量 就是跟那個大地之母的連結的部分 就會變得很重要 那這個東西也是這個導演一向就是要提醒大家的 好這就是也許這個片子的精神的部分 等一下我們來聊 各位聽眾今天早上製品為你邀請到資深的影評人 尼勒雄來到節目中 我們來討論一下這一年 這一整年 可能當然就是台灣最賣座的這部片子 就是阿凡達二水之道 當然這部片子也是備受 不管是全世界哪一個國家的電影圈 非常重視的一個片子 好萊塢也非常重視 除了這個漫威之外 那當然這個今年這個詹姆斯卡馬龍 他相隔13年終於推出了 阿凡達第二集 水之道 我建議大家 其實為什麼一定要去看這部片子的理由 在於你看看 現在好萊塢的科技進步到什麼樣的程度 還有他可以營造出什麼樣的氛圍 重點是 現在其實很多片子通通都是科技拍出來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譬如說像這次金馬獎 張愛家不是有講嗎 他就說希望大家以後常常進行戲院 那我跟你講 上個禮拜阿凡達之外 其他的片子的賣座 譬如說三名以下 可能一天都不到10萬塊 然後阿凡達是幾千萬 幾千萬再跌上去這樣 所以我大概三四個月前我就有講 OTD就是疫情的關係影響到OTD的發展 就是一直往前跑 然後可是你會發現那種大片 大片的票房還是非常非常好 在台灣 你看像阿湯哥演的獨心手 七億多 然後現在又重新上演 上演後還是有票房 因為很多人會說 很多人就是擠刷擠刷 就像阿伯達也是一樣 很多人會擠刷擠刷 其實也改變 就像Spancy People在那邊罵 罵那個什麼 就是這些電影 怎麽怎麽 Netflix 就OTD 可是這個是一個趨勢 就是沒辦法 所以舊的東西它不會改變 就像現在很多人會去看 所謂的數位版的書籍 可是你會把書本丟掉嗎? 不會 不會 雖然賣的沒有那麼多 可是相對的就是那個是一個感覺 了解 很多東西數位化是進步 它只是一個趨勢 或是一個新的東西進來 但是會不會影響 譬如說像現在還是有人堅持用膠片在拍片子 因為膠片就像剛才志斌哥講的 那個數位化的那個感覺 那種人工感 跟你膠片拍出來那種粗顆粒 那種電影原始的那個感覺 就是不一樣 你看過的人 或者是現代新一代的沒看過的人 你再去看那些舊電影 你就覺得原來電影可以長這樣 或是原來電影本來長這樣 就會變成說 就是這個是一個抉擇的問題 而且變成一個風格的問題 你看現在很多的數位 他還故意要把它弄得粗顆粒了 就是我們在用那些軟體 譬如說剪接 或者是一些特效軟體在做的時候 我們都還會故意 就是譬如說我要模擬 譬如說50年代 看起來真實一點 或是那個顏色 那個色調都會故意去調整 在阿凡達的2水資道推出之後 其實相關的很多的預告片也好 或者他的整個拍攝的過程 所介紹出來的影片其實太多了 不可申訴 其中有一支我特別要請熊哥 我們來講一下 聽說當中有台灣人在裡面支援這個技術 那個新聞是大概就是年中的時候發出來的 但是後來在他們在宣傳的時候其實就沒有提到 所以我在想說也許他的技術是有被用到 但是只是有限 因為我們看幕後花絮最近官方發的 他很多東西都是用實際上去拍的 然後每一個演員前面都會有一個小小的鏡頭 他所謂用Catch的技術是新的 而且有一些東西是水裡面的 就直接那些動作 那些水紋在身上的感覺 什麼都是完全是用水在水裡面拍攝 所以你會看到官方發的資料裡面都有什麼 凱德問斯雷可以憋什麼7分鐘 然後誰是6分鐘 然後剛才那個許根林維弗 他已經73歲了 他憋6分半 他可以演14分14歲的小女孩 然後他也可以就是有到那個標準4分鐘以上 所以那個東西就是會有一些東西沒辦法取代 就是儘管我們看到的是最高科技的 但是你要的數據那個data 還是來自於演員的演技跟他們的表現 然後你如果說 我們講說譬如說有人覺得說好像是動畫做的 可是如果沒有那些Catch的數據進去的話 你看到你不信你把李安以前演綠巨人的片段 把他拿出來看 那個比較看看 就是李安的綠巨人當時已經很突破 我其實有感動到 就是綠巨人在變身 跟他父親在那邊糾葛掙扎的時候 我有感動到 但是你現在在看的時候 你是完全進入那個世界 就對我來講那種無限遠的3D的效果 這個真的是只有這個導演他能夠做到的 其他的3D都是假的 他怎麼假你知道嗎 他就是拍用正常拍 然後就是按用那個layer 就是那個塗層 就是前中後 一步一步去變換 沒有沒有他前中後 他們拍是直接就直接進去的數據就是3D的 所以你看到那個就很舒服 不會有那種人工感 難怪這麼多的宣傳片裡面 我們看到水資道 水資道裡面的宣傳片 每一個演員他在現場他要穿緊身衣 然後他臉上他在演戲的時候 他臉上有好多好多黑點 畫在那邊 其實這黑點是後來後製的時候 然後CG就是整個動畫要Catch到他 捕捉到他的臉部的表情 然後把它變成動畫 所以各位在電影上面 螢幕上面所看到的 其實為什麼 這個明星不是Gamora嗎 不是星際特工會的Gamora 我跟你講之前那個決戰星球 他們的技術已經進步到 就是在演的同時 當下他們所進去裡面的data的數據 就是直接在電影 就是螢幕上面就已經完成了 不用再後製了 對 所以我不曉得他們這一次的用法是什麼 因為可能也許是完全不同的走向 取勁就對了 那之前決戰星球已經可以做到 就是那些演員拿了一個 一支一支的東西 然後在那邊演星星 那邊走路啊什麼 然後爬樹幹嘛 其實他們同時 我們在看到他們的幕後挖絮裡面 你看到的那個 就是導演看到的那個monitor 上面就是完成版了 哇 他只需要再微調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看到的 這個阿凡達的幕後花絮 他釋放的還是有一些局部 因為我在想到說出那個DVD 或者是藍光 或者是更高版本的東西的時候 他一定會有放很多東西 類似的這種東西在裡面 我們可能會才能夠真正得到解答 我特別還要提一下 這個當然這個不管是第一集或第二集 在這個阿凡達裡面 都可以看到這個主角人物 他們騎著這個會飛的這些神獸 那第二集當然跟水有關嘛 就是這個神獸都是在水裡面 對不對 還有包括那隻最大的主角 Tukun 其實全部都是動畫出來的 然後更重要是他在拍攝的過程裡面 現場其實就是一個電動機具 這個主角人物就騎在那上面 手抓著他的把 對不對 然後整個畫面就這樣開始移動 原來就是說 你看到了現場拍攝的狀況 你才知道說哇電影科技的進步 帶給我們不一樣的視覺享受 這也就是今天我們在聊 這個阿凡達2水製造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點 各位你有沒有想過 你看到這些 也許他們在拍攝的過程 完全就是完全不一樣 不同於過去我們所印象裡面 拍電影應該要有的這個狀況 可是現在完全顛覆了 完全顛覆了 你可以享受那個科技帶來的感官刺激 我覺得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一直不斷的在進步 但是最後最後還是要回歸到 就是講故事這件事情 對 然後講故事這個東西 我在想應該有的人會覺得說 這一次好像講的很少 的原因主要還是 因為二三集是同時完成的 那我覺得導演可能會有一點 就是讓大家覺得太長的原因 是因為他難以割捨 因為花了那麼多時間 跟他的設計 就是那麼的 然後我覺得很好玩 就是說其實在裡面 你可以看到那個 就是魔鬼終結者第二集 或者是那個 之前他拍的一些電影的 那個影子也在裡面 然後你會覺得很有趣 就等於是 譬如說鐵達你好 當時你沒辦法看到那種 3D的那種淹水的感覺 其實在裡面 你都會發現有很多螢幕 那個角度都非常的像 哦 那個是新的編劇 就是把它編寫進去 等於對那個導演的致敬這樣 提到編劇 我們正好有一點點時間來聊 這個編劇是一對夫妻 還有他自己 還有他自己 但是呢 聽說光是講納美人這件事情 幾乎他可以變成一個顯學來研究 這個有關於納美人的資料 卡麥隆他自己就已經 寫了很多詳細的內容 那你要拍攝這個電影的人 然後編劇也好 參與這個電影拍攝的人 你從頭到尾都要去研讀他 好像是一個專門的學問一樣 沒有你看像語言 我們剛才提到 語言他都是自己去發明的 那根本就講說 他所設計出來的那個 從頭到尾 為什麼是這個顏色 然後為什麼那個辮子 然後那個設計 其實都跟故事還是有關係的 還是非常密切的關係 我必須這麼說 我覺得這個就是 好萊塢能夠贏過 就是其他國家的地方 他很善於 其實Darwin本身是加拿大人 哦 他不是美國人 哦是哦 所以好萊塢就是一個很邪惡的地方 就是會把全世界最厲害的人 全部都集合過去 而且他有那個資金 你看有哪一個世界的 就是電影可以拍成這樣 就是花幾億 只拍一部電影這樣子 對 對 好 可是這個 當然 這個 花這麼多錢去拍攝 他的票房收入要 這個能夠回收 沒有 就像獨行狭義啦 我覺得是值得的啦 對對對 有的有的時候就是要 我覺得太新的東西可能要花時間 嗯 讓他去沉澱 然後等過一段時間以後 我們再來去評斷所謂的經典 是不是經典這件事情 可能會來得更公平一點 嗯 剛剛你提到了就是 其實他還有第三第四第五集 對對對 名字都出來了 但是就是 不知道到底還怎樣 因為 如果照他們所散佈出來的那個消息的話 其實拍攝差不多都已經告一個段落了 哦 不然你想想看 你一部電影要搞成這樣的話 兩年兩年一部很難欸 對 非常難喔 那個後製時間真的是很恐怖的 對 後面後製的時間 而且你看到哪一個 哪一個 哪一個鏡頭沒有特效 你告訴我 從頭到尾都是 從前我們還想說 哈利波特裡面啊 哈 這個特效的時間 大概就那幾分鐘 有沒有 這個 他畢竟是有限 哈 可是問題是 現在你去看這個阿凡達2 水之道的時候 我跟你講 從頭到尾 通通都是 沒有 我覺得那個劇組的那個Sense 有很大的關係 對 好 你現在再把這個片子的 那個觀感的感覺 再去看以前的 你就會發現那個level 真的差很多 嗯 對 所以這也就是 我們今天來看 這個阿凡達2 水之道 就是這個電影 很重要的一個啟發 我們看到的電影科技的進步 然後呢 成如剛剛我們今天的受訪者 熊哥 米樂熊他所說的 最後還是要回歸到說故事的 這個很重要的一個本能上面 你看1895年 第一部在法國 播放的那個紀錄片火車來了 嗯 到現在你看到阿凡達 對 120年而已喔 對 你看電影進步多快 所以 好 還是建議大家進這個戲院去 而且一定要看3D 我覺得可以看個兩三次啦 可能感受會不一樣 當然你要花很多時間 對 3個小時就10分鐘 太恐怖了 好 各位聽眾 今天 資訊邀請到資深女評人 米樂熊來到節目中 跟大家聊阿凡達 我們大部分時間都在聊科技 但是最後 我仍然建議大家去看的理由在哪裡 就是大家去感受一下這個科技帶給你的震撼 好不好 也謝謝熊哥今天來上節目 謝謝 拜拜 也謝謝阿凡達的收聽 咱們就明天再見囉 拜拜